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是死党还是孽缘,八种好气又好笑的好友类型 今天聊聊关于说人生在世 难得只可以遇到几个交心 聊得来着知己呢 已经算是非常的难得 如果你还要论及好友的类型 我们撇除那种很贴心 然后很体贴的基本款不说 我们来聊聊一些你身边总说的那种 让你又爱又恨的那种友人 你有遇过哪几种呢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来分享一间台北的手摇店 这间手摇店呢 可以说是算蛮传奇的 因为它其实开业没几年 叫做Soma SOMA 它其实起家店是在东区的敦化站 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业没多久的时候 我经过的时候就想说 这间店装潢非常的隐秘 因为它真的是很里面 他们家的装潢都很喜欢做得很深入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怕深的人 你逛街你很怕就要走到店里面 要开门走进去买东西的那种人的话 这间手摇饮料店你就会有倍感压力 因为它的店家都是要再开个门 因为通常手摇饮料店就像 吴时兰啊 Combine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绝对不会做要让你再去做开门的动作 它们都会直接 就是等于是有点开放式的空间 所以你站在路边就可以点餐 但是这间饮料店呢 它就做得像是服饰店一样 你一等下再开一个玻璃门 进去点餐 所以我第一次遇见这间店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看到有人在排队 那时候我以为是个服饰店 或是个什么饰品店 那实际的走近看才知道说 它是手摇饮料店 因为你走近看 你还会以为说它可能是个咖啡厅 或是所谓的那种品茶店 就是它当初外面会有放一些茶叶馆 你就会以为说它可能是那种要自己泡茶 所以它可能一杯饮料可能要一两百块 或是两三百块之类的 但是你进去看看它那个价目表 怎么会这么便宜 所以那才叫说 它是个类似手摇店的经营模式 那我在冬去那时候就已经喝过 那在冬去的时候就为我维持风气 大家就很喜欢排队喝 后来还又开了一些分店 在中山站永康街 还有国外的LA LA也开了一间分店 那这间我今天采点的是中山站这间 基本上它是每一间分店 其实卖的营料应该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第一次喝Soma的话 当然推荐就是他们家的经典茶欧雷系列 他们的茶欧雷系列有分我就是 最他们的原创的那个原味茶欧雷 就是挂名Soma原味茶欧雷 号称独家特选的三种红茶 以脱脂奶粉为基底 然后调配出了浓顺的奶茶 那本身是个奶茶控 所以当初我第一次就踏足这间店的时候 我当然就点了他们家的奶茶 它号称是台北市最好喝的奶茶 然后日营业而有就是上千杯的佳鸡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真的是蛮惊议 因为它非常的浓郁 就是它的大杯的饮料大概就是一般那种 吴时兰首要杯的中杯 但是它价格其实也没有收到非常贵 它现在60块一杯 就是我刚刚说的原味现在一杯60 但是现在吴时兰他们现在涨价 涨到65块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它当然有些特色的茶欧雷 是有那种什么芝麻的啦 杏仁茶的啦 还有可可的啦 还有什么爱尔兰茶欧雷 意识鸳鸯 还有台湾那种高山清茶欧雷 茶欧雷的系列 就是它其实也不算是鲜奶茶 它还是有加一些所谓的脱脂奶粉 所以喝起来的口感 就是介于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小些 如果你听得懂小些两个字 的话表示你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 小些的奶茶好喝 就是因为它加了一些粉 就是那种脱脂奶粉 那再加一些牛奶之类的 所以它喝起来就跟一般那种鲜奶茶 或是一般的奶精奶茶不一样 它非常的浓郁 就是你可以喝得到那个很浓厚的感觉 很像那个 义美之前推出的那个 大家抢购的厚奶茶 有一点像 就是我觉得那个口感 不是说味道 我说它喝进去那个 在嘴巴那个浓郁的感觉很像 那SOMA的这个精脆茶欧雷 它是三种红茶 加庄园鲜奶 再加一些季节蜂蜜 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层次非常的多样性 所以你本身喜欢喝红茶 我觉得如果你有经过 刚刚说的中山永康 或是敦化的话不要错过这些SOMA 虽然它真的是经过 有时候下半时间真的要排队 我觉得它的排队就是很夸张 是因为它就是一个 要开门的店家 所以你排队有时候在外面 就是如果天气太热 你要站到外面排队 它不像是50蓝什么 你可以就是 你知道它就是零贵就可以买 它不是是你还要走进去店面 然后我必须说 它真的很假白 它中山在那个 就是你在外面的点餐 点完之后 你还要走到后面才能够取餐 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仪式感 我只能说就是很适合拍照 跟就是它就营造一个感觉 它就是很高级 很高档的饮料体验 那我只能这样说 那在此就是真心来推荐给你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限动 24小时之后呢 会放到 手摇饮料的精选区 然后大家可以按图所记 有经过去喝喝看啰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现在在收听了 你最近的听众数突然飙增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新的听众的话 记得去加 其实你应该的IG 按赞follow起来 你才能够看到 限动相关的资讯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是死党还是孽缘 八种好气又好笑的 好友类型 第一种类型呢 就是讲话直白 不留情面的见嘴人 你一定有身边那种 见嘴好友 每个人 我不管你的 你知道 你的个性为何 身边一定有遇过那种 就是讲话 他讲三句 他不叮你一下 他真的很难受 或是他 你知道跟你讲话 对答的时候 他不嘴你 他真的是戒不下去 标准的 刀子嘴 豆腐心 他爱你越深 他骂你越狠 就是你知道 他对你的友谊表现 就是展现在 他对你那个挑剔 嘴巴上就是 非常爱攻击你 他就是讲到你看到你 就是穿衣服很丑 他就很明的讲 看到你变胖 他绝对不会错过 看到你出球 绝对会大求你一番 就是这种嘴贱人朋友 但他们嘴巴上 感觉很利 但是其实可能 内心其实很柔软的 当你发生什么问题啊 或是你真的有事 需要请求他们协助的时候 他们绝对会帮你 很有义气的 而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让人家好气又好笑的 好友呢就是二 见风转舵的墙头草类型 你知道有些朋友 他在你身边的时候 他跟他好的时候呢 他可以跟你非常好 但是呢 当有一旦有好处 或好康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会立马的往那边倒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们大学 就是分组的时候 可能一群朋友 可能五六个人 所以你们平常 五六个人就混在一起 玩在一起 但是当如果今天要做报告 或是有什么案子 是需要就是 再分成两个 或三个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些见风转舵 或是墙头草路线的朋友们 他们就会 脸皮比橡皮还厚 他们就会自圆其说 他们就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是当他知道说 跟A朋友有利的时候 他就会往A那边倒 跟B朋友 很像比较占优势的时候 他就会往B那边倒 你知道不得不佩服 他们就是八面玲珑 做事能屈能伸 然后社交功力一流 他们就是可以 即便他们做一些 很自私的行为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 讲的一副 他自己很有道理 或就是让你觉得说 好对他没辙 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你就是会放过他 这是第二种类型 就是见风转舵 墙头草路线的朋友 接下来第三种 让你哭笑不得的朋友 就是三 好傻好天真的 天兵型朋友 他们天生呢 就是狼狼厚 别人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说好 就是让好人的个性 任凭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你就是想要骗骗他 有时候你就是开玩笑 你就是讲一些胡扯 或是荒诞不羁的一些谎言 他们就是会身心不已 举例有言 你可能骗他说 明天停班停课 然后问他说 为什么停班停课 你说没有啊 明天是那个国定假日 但他就会不已 有他就身心不已 或者是你偶尔会对他提出一些 非常就是不合理的请求 就是叫他做一些很荒诞的事情 但是他们还是会答应你的要求 他们就是与人为善 然后很善良 但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天兵 就是他看似就是人很好 但是他每次要帮你的时候 就是把他就你知道 越帮越忙 或是说大吐嘴 举例来说 就是可能他点那个生日蛋糕 他们就是我帮你点啊 就会感觉很贴心 但是要把整个蛋糕打翻之类的 就是你跟他们相处 你会哭笑不得 就是这种第三种 好傻好天真 但是他又非常天兵的路线 就是你跟他相处 你会觉得他人很好 但是他不停的出包 让你就是帮他擦屁股 但你也不忍心责备他 这是第三种类型 现在第四种 让你又好哭又好笑的 好朋友路线呢 就是四 会道人长短的八卦经 你知道八卦呢 是他们的精神粮食 你身边一定有那种 很爱聊八卦 或是他们就是资讯交流站 去烦恼 最近你的身边 有些朋友突然工作失利 感情失恋 生活很惨淡 或者是另外一种路线 是那种 有人加薪了 有人生钱了 有人结婚生子了 又谁又小三了 或是谁家有喜事 他都是第一时间 他都一定知道 他有第一手的消息 所以你每次跟他 就是聚会所 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或八卦要跟我分享 他觉得都是那个最新 最及时的资讯更新站 这是第四种 就很爱聊八卦的朋友 现在第五种关于说 又好气又好笑的 朋友路线呢 就是五 自信爆棚的自恋鬼 我跟你讲 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朋友是 他不管讲什么 他都把主题 无聊到他自己身上 就是他觉得每个人都爱他 他就说 我跟你讲 那个人一定很爱我 或是他就是 比方说店员只是 多找了一个五块钱 或是多给他一块鸡 他就说 大家都爱我 或是他就会说 你看那个谁 也在学我传达 或是看到IG 有人可能跟他拍 一样的东西 他说你看 他看到我去吃 他就是喜欢模仿我 他就是羡慕我 或是他就会 妄想说 大家就是在嫉妒他的美貌 或是嫉妒他的帅气 他的自信心 就是你知道 像钻石一样 坚不可摧 他觉得全世界 全人类 就是都在注意他 他走在路上 大家都在关注他 全宇宙的万物 都围绕着他打转 你身边一定有这种 自信爆棚的 很自恋的人 但是他们有点 有时候不开玩笑 但是有时候你又认为说 他应该是认真觉得 自己很帅 或是自己很美 还是认真觉得 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一定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第五种类型 现在第六种 关于说让你又好气又好笑的 朋友路线呢 就是六 都要听他的 他们就是那个creen bee 女王蜂 或者他们就是那个king 他们就是那个强势的国王 就是只要有关他的事情 他都要管 哪怕不关他的事 只要是他认定你是朋友 他认定你跟他是同一圈的 就是你的事 就是他的事 你的大小生活是 他都要帮你出主意 他都要给意见 给意见跟出主意就算 如果你不听他的 你不知道他的指示 做事 比方说在学校里面 他跟你建议说 我跟你讲 你就是不要去跟他交集 你不要跟那个人 那个人是烂人 或者你不要跟他当朋友 但是你还是想说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你还是跟那个人 继续的往来 他就会神奇 他就会发怒 他就会说你不上道 或是你没有按照他的指示 或者他的建议给 去做事情的话 他就会说你这样不行 他就会神奇 就是他是那种控制狂 他是那种 就是他当Queen Bee 他就是那种所谓的 女王风路线 社交女王 或者他就是 你们的团体里面的 那个最主要的话语权的人 是第六点 第七点 过来说 让你又好气又好笑的 朋友路线呢 就是七 很多内心 小剧场的那种心机表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 就是玻璃心 很容易脆弱的人 就是他内心系 非常的多 他感情一向都非常的浓烈 爱的话就爱得要死要活 恨的话也是恨之路骨 就是他在背后 会计算着每个人的心思 行动啊 还有动机 说好听一点 你会觉得说 他真的很贴心 他真的是对你无微不至 他是那种细节控 但是说难听的 他就是玻璃心 他是个很心机的 心机鬼 内心非常的纠结 很爱比较 而且很爱在意细节 到有些夸张的地步了 而之后是第七点 就是他内心系很多的那种 心机鬼的朋友 接下来第八点 关于说 这点大家应该最常见 就是 见色忘有的 骂子狗 或是 见色忘有的 你知道女生的话 就是当一有另一半的时候 他就会消失于地球表面 有些人就是 骄傲的男女朋友之后呢 他就会就此人间蒸发 只要有另一半的时候 他人生就是没有比他 就是陪另一半 更重要的事情 没有 就是他人生的首要目标 就是陪另一半 所以呢 哪怕跟你约好说他吃饭 下一秒钟 他的男朋友女朋友 打电话过来说 诶 他有空了 他就立马就是 甩掉你 就立马就是 爽约去陪他男女朋友 你知道 唯有等到他失联 或是被甩的那一天 他才会再度地 回到你的面前 那就是所谓的 见色忘有的朋友路线 今天就分享八种 让你又好气 又好笑的朋友路线 我不知道你遇过哪几种 基本上每一种 大部分都会遇到 在此题 我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若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欄 我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键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感谢观看